火锅 中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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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Masa 火锅 的季节 来啦 大家平常吃哪一种火锅? 吃辣的还是加入重要的火锅? 吃辣的还是加入重要的火锅? 我发现很多火锅店有很有趣的锅子 里面可以装两种不同口味的汤头 这样子的饭是我觉得很贴心 因为有的朋友们很爱吃辣的 但是有的人不太习惯吃辣的 如果用这一种锅子就大家一起可以享用 这一次我也要用这一种锅子来介绍两道料理 收到锅子当年我会使用我相处很久的这一家锅子 它就是 这个 它是沙漠师巧艺不章鸳鸳火锅 沙漠师的锅子不是只有在厨房料理时候使用的哦 还有这一种放在桌上享受的锅子 里面可以分成两个口味 同时享用非常的方便 这次使用这一锅介绍如何做出来 好吃暖身的火锅料理 做法是很简单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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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薄的皮 盐子粉 水 好 然后食材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要开始加热 这次我来用J 锅 它是上摩式小义不张鸳鸯火锅 这次的火锅比较特别 我相信大家已经有吃过那种 shabu shabu 就是日式刷刷火锅吧 所以这一次一边要做另外一种日式火锅 就是 sukiyaki 熟食烧 然后另外一边要做跟九州的乡土料理 接近风格的料理 这样子大家可以知道这一种鸳鸳锅 不一定两边都要装摊头 还可以做跟平常不一样的变化 好咯 那么我们就继续做 所以就已经煮过して 一样的烤火 盐林乳酪 最好的烤火 全部炒好了 面粉 脂肪 冬天 正在炒得很强烈 拌均勻 香菜 香菜 冰糖 乳酱 放入奶油 大蒜 盐 倒入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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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跟糖 加热 好了,那因为这些火锅 一边加热,然后一边加入食材 才会完成的 所以我这边已经提早我做下来 然后继续加入材料 那这个 sukiyaki 的做法其实有很多 这次介绍的是先把肉片,鸡片先放进去 然后酱油跟糖加热一下 让它稍微焦糖化,之后再开始调味的样子 所以最早加入的肉 其实可以马上吃也没有关系的 一边吃,然后一边增加肉片 这样就好了 漂亮的肉片,加进去,放进去咯! 太漂亮了! 好了,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牛のすきやきと鶏とキャベツのみそやき 完成了! Aro Namah! 赶快开始吃咯! 我来把这个肉片拿出来咯! 颜色真是太漂亮了! では,いただきます! 嗯! 因为拍摄的关系 这个肉片还是没办法马上拿出来 所以一直在里面 其实这样子煮过的肉片也是蛮好吃的 就是有热味! 非常下饭的感觉! 好了,另外一边 我来吃这个鸡肉! 所以像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一边有很多汤头的 然后另外一边是 算是一种炭煮的感觉 可以享受完全不一样的料理! では,もう一回いただきます! 嗯! 这一道也是太好吃了! 不是只有味噌 还有加入蒜头 所以口味是非常的香! 那鸡肉这边的口味是比较重口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火锅的样子的话 你就加水还是加入一点日式高汤都可以的! 所以我这边也有准备日式高汤 加入一点点好了! 这个分量也是大家可以自己调整的 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的! 然后你可以加入乌龙面! 那这个面条的选择大家使用 喜欢吃的就好了! 煮好的样子咯! 来试试看咯! 嗯! 好了! 这次介绍的料理也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内侧有不沾涂层 用这些占有糖味噌 比较会黏住的调味料也很好清洗 而且它是五毛钉设计 不会卡过! 这锅有两种颜色的选择! 每一罐都有附赠一栋锅子时候 不烫手的可热细胶套! 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介绍 请到沙磨市的官网! 现在外面越来越冷啦! 利用这一锅大家可以自己发想 好玩好吃的鸳鸯锅料理! 谢谢!